大家好 3月份的最後一天 我就去了粉嶺康樂公園 昨天都想去 不過有些事 早點回家 今天有些驚喜 走過 原來康樂公園這個櫻花就開了 大家有時間其實都可以一走 它的位置其實在粉嶺火車站 飛出口明刀 然後再去長華村 不過我走的方法和大家有些不同 我就走路去 在壁湖那邊走 今天是陰天 20度左右 氣溫 相當舒服 可惜少點陽光 但是天牛花也看到三朵 可能沒有陽光之下 就很完整 還有保持得非常漂亮 真的一個小喇叭 在風中就搖曳 有些螞蟻 在下面看真的蠻漂亮的 不過它都可以 纏著鐵絲網去上 也有些螞蟻 走前一點其實是一個地盤 但其實在香膠一點 會種很多果樹 那龍眼 荔枝這些 應該是最常見的 那最近的龍眼花 也都開得很密的 那你在這個樹下 其實會聞 如果你沒有戴口罩 那你會聞到一陣 很濃郁的清香 那幾個月沒有去這個 看樂公園 都挺久的 那它那個水池呢 就整好了 那首先看一下這個 有些荷花 種了些 那蠟杜鵑 也都紅色的 那少點見可能就是 先人掌 其實都開花的 在門口那個位置 那它那個花呢 就不是很特別 不過呢 就 看先人掌 它比較難得少少少 那再走前少少 也都有一些大荔花 其實它是屬於 這個菊花類 或者叫大荔菊 那它原來 起源這個 墨西哥的 那也是墨西哥的 角花來的 那它那個要求比較 高少少少 反而它 雖然喜歡這個 陽光 但是它那個花 如果曬得多 反而那些邊 會 酷 那在陰天下 看這個花 就特別漂亮的 那因為它保持得好 那個花型 那另外那個溫度呢 太高或者太低 它都是 不行的 那 那 也都有人 將它培育成 這個重返 那那個可觀性 也都更高的 那 那今年第一次 我也都看到這個 水石涌 那 那 那每年的康樂公園呢 那其實都會開 它開得好虛陷的 那雖然一棵 那 那 整棵樹都幾乎 掛滿了這些 小白花 那 那 它的花都幾特別 那 有點像一個仙子 那 那個 那 再 走前一點點 就是一個 木蘭圓 那 那 有些 野妖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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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黃黃的 這個花是一日一花的 都是喜歡一些陰的 不然就很快借 見到一些小灰碟 可能天氣比較涼快一點 那這碟 站定定 真是今天最佳的模特 是讓你拍的 可能是太累了 休息 你會見到 鏡頭的左下角 其實也有另外一隻 那這些小灰碟 正常來說 就好像 在原野上面 其實會經常見到的 但很難景 因為它是走得很快的 旁邊也有些 邊色的 豆菜 有紫色 還有這個 桃紅色 其實就不多 也有些菊花 不過還未開 還有一小塊 還有一小塊 這個鳳仙花 泡 在陰天下 其實它就非常搶眼 和亮麗 前一小塊 也有些比較有趣的 這些白色的小花 其實在木蘭園的位置 看到一棵櫻花 剛剛開的 大家有時間可以去拍一下 就是畫面的右手邊 那它這棵櫻花 有個 好的地方 就是它剛剛開了沒多久 另外 它的整棵蒜 其實都很矮 其實是很方便拍的 就算你說 咦我拿著手機 其實都可以 觸手可及的 可以拍照 那因為我拍 正在拍花的時候 靈靈小小 看到一棵 粉紅粉白色 都挺漂亮的 正常應該不是桃花 那走近看 其實是櫻花 那這裡有兩棵 那這棵呢 就開得比較漂亮 那這個都比較驚喜 少少啦 那另外一棵呢 就開了少少啦 那大家粉領區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逛逛 或者拍下照 因為都挺快 那其實如果 講櫻花呢 那上個月 那2月尾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櫻花在香港 因為天氣比較熱啦 還有黃暖 其實都開了的 那反而最近才聽到 日本啦 韓國啦 或者國內呢 那個櫻花呢 就才開的 那有機會 他們那個氣候呢 就剛剛真的 春天才來 那其實我今年以為 看樂公園呢 就沒有櫻花影的 那大家看到 那些反呢 其實剛剛是爆出來 還有 有少少少炒的 那個尾 那其實如果 啊 完全綻放 就好像這樣 就沒有這麼炒的 那證明其實它 應該是剛剛開了 沒多久 那今天 其實我昨天都想過來 這個 看樂公園拍的 不過就 有些事 沒有去啦 那今天去其實都 頗為傾氣的 那 那 因為早前 在 十月尾的時候 天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冷過幾天 那 然後大家又暖 那其實都看到 那些櫻花呢 就開了一兩朵的 那 以為呢 就應該 可能沒有的了 今年 或者已經是 過了這個 櫻花了 那 早前就 大埔去 海濱公園 那 城門谷 或者這個沙鐵 那 或者機場的這個櫻花園呢 那 都 過幾月前就拍了 那 可能這個是美水來的啦 那大家有時間都可以去打卡的 那 那這棵櫻花呢 就勝在近 還有 觸手可及 還有 就它比較新鮮 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說 啊 你想拍這個櫻花呢 那 那其實可以去 近西修間那邊 那 就開得美一點的 那這裏的櫻花 其實你會見到呢 啊 一條櫻花出來呢 是可以開很多 很多 很多朵花的 那 那正常梅花呢 其實就通常是 那這條櫻花 第一 就沒有那麼長啦 第二 其實它基本是 黏住 一朵花的 而已 黏住那個枝 那 那真的有些 就剛剛 啊 可能 你會見到 銀包大廣 好像嬌亂玉滴 我初來以為 是不是水來的呢 水滴來的呢 那 那其實雖然說 有少少落眉雨 但是 原來真的沒有的 那 整個 形態 雖然是歐風 但是我都覺得挺漂亮的 那我走過來這個 的時間呢 其實是有少少少眉雨的 加上陰天 吹一下風 其實差點想放棄的 那拍完這個龍眼 花之後呢 那 既然都走出來 那繼續走完啦 那有時候真的 因為 味道你都不知道的 那因為公園有個好處 就算 下雨啦 那 多瓦遮頭 那見到有些 就 就快開了 那其實 那 那 那裡 都會看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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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借了,尾水的了 其實就在這個立陶鑽的挺閒前小匙近洗手間 見到有兩棵開得很漂亮的 下面呢,就是這個鳳鮮花 在陰天下,其實都很搶眼 雖然在單體呢,就有單調少少的 就未必真的去到那麼吸引 但是當成片或者成個花蟲呢 都是的時候,其實都挺可觀的 那除了這隻粉紅色之外呢 還有一隻橙色的 也都有這隻粉紅色深一點的 不過就是太出色了 反而這隻粉紅色就自然一點 或者顯得漂亮一點 那在近三波,這兩棵就有距離的 但是呢 它的粉紅色就真的完全盛開了 那跟之前那一棵合開呢 就是兩回事來的 那這棵呢 就... 它的距離感是遠一點的 高一點的,高一點的 那你可以走上三波,但是小心安全啦 但是都是偏遠或者高一點的 那可能要用少少長一點的鏡呢 就會好一點 那可能這個都是今年最後的櫻花啦 那要等下年 因為早前呢,見它開過一兩檔呢 就... 就... 沒什麼... 沒什麼... 唯意它今年真的會開 所以都算是驚喜啦 那如果大家近近的,有時間的 都可以一行的 按做一下運動啦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拜拜 bars隆 你們 都不含еди 簡単 是 在那裡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